然后你成佛了 你才可以方便度众生 你没有成佛 不能叫度众生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成佛 但是我们维持戒律 保持惭愧心 那部分在家出家 保持惭愧心 发起菩提心 来弄化对方 你不能说 我先火腰 我现在来放你吃菜 这吃菜 这是基本的 我们表现得好 但是你既然要对方说 祈求阿弥陀佛加持 让我的身口意 变成阿弥陀佛的身口意 来对方说吃菜的好处 不是对方完结 对立 批评 抬杠 所以我不太喜欢 讲那种话 讲那种话 就会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 刚才改遍整天 因为他不想学佛 但是如果碰到那种 很虔诚 要听你说 那不管他是社会人事 管他在家乡 哪是黑道 哪是一个鬼 你都很认真跟他说就好了 因为佛度有缘人 但是各位组织的人 记得 我就要祝我孩子 他都不听 放下 因缘还不具足 回想给他 你做你该做的 如果说 你一定要度你老公 你一定要度你儿子 那你这种偏心 有一种偏心 你不知道你儿子 是你最大的恶之士 败坏你几百倍子的人 跟你搞邪淫 现在要做你儿子的人 你居然想在他身上 又在用力的时候 你真的 你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这个牵扯 你还要在牵扯 你什么时候要放下 所以就像人家说 海道法师 你怎么不回去度你儿子 赶快出家 我听说他结婚了 我怎么回答 没结婚就没开婚 我就是结婚才开婚 要先结婚 我生孩子 因为我是这样来的吗 所以我一笑自知 但我认为 就算他没出家 生了这个女儿 搞不好是个菩萨 那就好了 他不出家没关系 生个菩萨比较重要 所以我想 什么事情 你要去选好 但是你不要去卡在哪一个点 因为当你卡到哪一个点 你对这个境界 没法接受 你心里起烦恼 你起烦恼就不要决定 做任何一件事情 因为你起烦恼 所以各位 在决定任何一个事情 像我如果起烦恼 不过我很少烦恼 我起烦恼 我不讲话 我不讲话的 我会去做焉供 我去打坐 我不会 因为我告诉自己 当我起心动念 不适合在人前出现 但是你可以随时 就像你要去本寿方便 然后你还跑出来 因为我要方便 这个时候有尿尿了 我已经起烦恼了 我要去方便一下 等我解放了再来 是不是 你要有这个想法 所以因为 我必须告诉各位 太心火化叫原起法 我们时时刻刻在影响这个世间人事物 如果你不是保持正念慈悲 你去跟人说话 走路 你已经在破坏这个世间的和谐 跟造恶业 了解吗 你等于躺衫 躺壳 都在走 你美人都在走 你拍面穿都在走 大家看到你 都很疼苦 了解吗 你今天做一个仪工 做一个菩萨 那是你在家 你跟他们拍面穿 你耍个性 别人就很痛苦 了解吗 别人如果不爱你就算了 他爱你 他就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做儿女的 千万不要让父母伤心 千万不要让父母伤心 所以我今天如果读到一些 包括今天看着年轻人 他老爸是幼儿 我跟他女儿 你今天对你老爸出来 老爸是生命里面 统好的老师 好啊 学习 友好 顺利的老爸 老爸 跟你意见不一样 你就笑笑了 不要表达情绪 因为呢 我们要学习 让老爸欢喜 你讲得不良 友好嘛 这样你思考就会成就 老爸就会 疼你疼你疼你心 就给他咬得很好 你让老爸感觉你就 很坏匀 抵触他 不高兴 你没有学习的空间 因为我们叫 上师入心 服侍上师 我要让我的叔父 因为 尊财我叔父 想着我就很欢喜 如何让上师 看到你就欢喜 因为你在精进 你在依教奉行 你在发菩提心 太好了 我这些土地 我想着我就 我就这样 死也感到 要这样 所以各位 说得真 我很怕各位没师父 我说一声 我很怕各位没师父 各位经常来参加法会 我问你 你的书相 海道法师 你怎么开工 那怎么办呢 但是各位 你要有办法去亲近 但是亲近 当然 因缘成熟就可以 佛教师 不是说 我怎么拿钱来亲 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很认真 自然 其实我跟你说 肉体是假 肉体是假 修行要修到 包括我的师父往生了 他的心随时在教化我 你了解吗 不是你去亲近 哪一位法师 每天跟他吃饭 吃饭也没用 心不相应 没有用 所以你只要按照这位法师 那这位法师的法 也是按照佛法 首先要判断 这位法师的法 如果不如何 不如法 离开菩提心 空性 你不要听 千万不要听 也不要接近 为什么 会伤害你 二知识 二知识不是瓦标 二知识心态不如法 不符合菩提心 甚至现在的小回 很多法师是 决定修解脱道 他认为解脱 持戒超过于菩提心 他虽然说 菩提心不错 但是他的心态 是偏向二秤解脱 你千万不能接近 你一接近 伤害你成佛的法身 第一 各位 佛陀纪律规定 大秤者 不以二秤人连 同一部车子都不行 你千万不要说 他是法师 因为不相应 像我是修菩提心的人 然后呢 对任何法师我尊敬 但是如果他不是菩提心 我不接近 不讲话 不听 为什么 因为不能 难得发起一个菩提心 不要被影响了 又走路了个人解脱 然后呢 包装自己 傲慢 这些你自己要观察 要观察 他符不符 如果你没有观察力 那也没办法 但是授权给佛陀 佛陀会帮你安排 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所以各位 你鬼回头就 佛陀我要学你 发菩提心 真实的 那你帮我加持 安排 创造因缘 佛陀会帮你安排的 但是这中间 你起了烦恼 起了有所求 而造成魔障 那是你自己的事 因为你要追求的 佛陀的正法是什么 杜伯公伟 再备一次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空性 那要至少符合 这个基本原则 那离开这个的 只跟你吃饭的 对你很好的 因为你有钱 因为你对他不错 然后这高败 那都不用说 交际应酬的 没意义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 善知识的加持 那你也不知道 佛心是什么 所以 那你要看经典 接近善知识 但是如果没有善知识 那是整个社会的工业 也不需要急 不需要急 我发现很多人 我有一次去一个学校 算一个大学 她是个女校长 我好像去办公室五分钟 她就 跪在那边 师父 我能不能拜你 做我的师父 我说你认识我五分钟 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我原来她叫粉丝校长 她根本不了解我 但是意思是说 成为她的根本上司 我说这个话 千万不要说 因为你不了解我 我不了解你 我今天是来跟学生说法的 然后呢 如果当然你 多去参加法会 或是了解 那譬如说 那你既然要拜我做事 我要问你 我在传播什么法 你可以讲出来吗 你讲不出来 你拜我干嘛 因为外表是暂时的 会变化的 但是这个法 还是重要的 就像我的师公 师父永远 海道 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我师父的生命 他讲了这么多的佛法 在家就送给我 优婆色戒经 替我讲一遍 我要按照优婆色戒经 去圆满在家菩萨戒 然后再发起 出家菩萨戒的心态 大宝基经 讲的是大乘的佛教 所以那我师父教给我看 我一定要全部把它看完 去实践 一步一步来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 就是说 既然要学佛 就像各位买手机 我看各位都买了个顶级的 都希望好一点的效果 传播等等等等 那同样的 修学佛法也要如此 千万不要放逸自己 放逸自己 把佛法当作一种游戏 游戏 一种信仰 光依赖 这样利益就不大 而且我也经常看到 很多老菩萨 不突然死 不突然又死 意思是说 我一定要 如果你要亲近 这些善知识 不分在家出家 如果没有人在盯你 你也不容易进步了 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不然你还没有 也不要急 都会说 依止佛陀 依止佛法 依止阿弥陀佛 这样 但是 偶尾要问问别人的意见 别人的意见 你要参考 你家里的人 你的朋友 看你学佛的过程 你要问 你看我学佛 带人接物处事 有没有 哪里是 我可以改进的 你现在要谦虚 如果你不谦虚 傲慢就没办法 就像 有时候我在机场 诶 师傅 我在电视看你 刚好要坐在我旁边 那拜托你 你既然看到我 对我的印象是怎么样 哪里好 哪里不好 我这样说他就很开心 你不会骄傲 没有 你告诉我 他不骄傲 我不骄傲 你怎么好说 那我可以改进 我发音标准吗 我的印象好吗 有一个人跟你说 是我跟你说 你这点黄黄不好看 对对对 这是我的标志 不然我修圆导要怎么办 我一定 因为你成为现在的人 你不能 各位你要发愿 你不能说 我后拜 别人七十公分 我会一百九 你会傲慢 你没办法弘扬佛法 因为现在弘扬佛法 是入众平凡的 你要有素人形象 你要故意发愿 很多女孩子做不到 我就算投胎出女孩子 我也要比别人漂亮 你这个骄傲 这个傲慢 让你学不了佛 不行的 不行的 我们是 众心安华力的 别难华 所以我在家里 从小有一点自卑 我老爸 比我短 大哥 二哥 我们兄弟都比我短 我在中间 是中等人而已 我经常跟我笑 你们家最小白脸 了解吗 我在家里被骂小白脸 我想说 我上次人家 十五六百元 比我们家人家卫了 后来我学佛一段时间 我就 哦 原来 我这个身高 在高度 不高不矮 对不对 然后不让人家讨厌 你不给人家压力 佛法没有上人法 是说 我比人更高 我比人更高 让别人觉得 因为你比较高 所以你可以答 没有 佛教是很平凡的 在平凡里面 找到一个不平凡的心 所以各位 你今天生了不漂亮 不厉害 那是法官的人 了解 刚好就好了 心太平静 但是你不要 不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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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贵 要真漂亮 那个都偏掉了 随顺姻缘 那你每次来投胎 就会随顺这个姻缘 这样 合为一体 免得去做事情 所以不要凸显自己 也不要埋没自己 但是要融入于整体 念一下 消除个体 融入整体 成为一体 对对对 不高不矮 成为一体 离法合为一体 首先你要消除个体 找出你自想要凸显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融入于整体 大家一起唱 一起念 一起做 融入在这里面 然后跟诸佛菩萨众生合为一体 无有差别 来去自如 如嘛 如来就是 没有分别 融为一体 所以 要让所有众生都找到这个点 什么点 佛性 什么叫佛性 助料统后夹 虾料统 水 助料统后 可以说佛性 佛性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因为 你在今天给你两个钟头的影片 请你选出三分钟最好看的 你可以选出来 那你要干吗 今天给你十颗葡萄 哪一颗是最好吃的 你选得出来 那有时候很多菩萨拿葡萄 都知道海涛法师喜欢吃葡萄 结果一半二十粒 净母十粒香 我吃 不是冷了就破了 这些菩萨很困难 你这受情很困难 你不要选择 我选择我们师父三个 我们师父说海涛选来了 师父就哭这样就好了 根本不用检查看 不然那样冷了一瓶 你要叫我怎么吃 吃就没有味道 就看这一点就